孙子兵法第十二篇 火攻篇 关于水焉弃军 孙子曰以水左攻着墙 水可以决不可以夺 意思是说水是攻打敌人的强大辅助手段 但是水可以阻断敌人的道路不能彻底焚毁敌军 还要靠军事力量取得最后胜利 三国时期 关于率兵进攻凡城 于晋庞德两员大将带兵增援曹仁 驻扎在凡城背面的平地上 人家来了那么多增兵 将军怎么还有心情散步 可能在想办法吧 想办法能这么轻松地背着手看看天 你学得还真像啊 将军 您在这儿啊 可找着你了 哦 找我何事啊 我想问问 您怎么应对曹军吗 人家的援军到了 啊 天气真好 跟我散散步 哦 怎么 还在担心 他们那么多援兵 我也有援兵啊 啊 我们也有援兵 是啊 洪水就是我们的援兵啊 他们驻扎的凹地正好成水 真的有洪水 太好了 第二天 凡城下了一场大暴雨 汗水猛涨 曹军大营全部被淹没 快 再快一点 鱼将军 快投降吧 我们几万大军还在后面呢 可是你现在却落在我的手里了 我 投降 将军 我们投降吧 没出息的东西 谁要是敢说投降 就是这个下场 跟我趁机抢条船冲出去 庞德带着士兵突围 抢到一条小船向樊城逃去 一个浪打过来 船翻在水里 庞德背擒 庞将军 跟我们一起打江山 如何 你们根本不是丞相的对手 送死去吧 好胆气 都成了阶下球 嘴还这么硬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杀就杀 废话少说 那我就成全你 拖出去 斩了 关羽处置了庞德之后 带兵将樊城外的曹营 清理了一遍 消灭了于静庞德的欺君 水 火 这种自然界的现象 在古代战争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羽水淹欺君 正是利用了自然界中 洪水的力量将曹军冲散 之后再利用水军作战优势 将逃掉水灾的士兵 一网打尽 取得了胜利 这是孙子兵法 国公篇的实际运用 伍伍的实际运用 中文 施